大家好,歡迎來到文吉他之,這是一個吉他教學的頻道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這個頻道的話,歡迎點擊右上角的資訊欄去觀看 我會跟你說如何依照你的程度找到最適合你的影片 好,那我們這集要來講的是如何自己去編fingerstyle演奏曲 相信很多朋友們都會在想要練fingerstyle的時候就在網路上找譜啊 比如說新歌出來,又說周杰的新歌說好故庫出來,你就想要彈fingerstyle 那今天要講的就是到底要怎麼樣自己去編呢? 那這堂這個影片的話我也設計了份小小的講義 那點擊在下面,大家可以點擊去下載 可以搭配影片來觀看,會讓你的學習更有成果 好,那我們就開始囉 那我們就以周杰倫的新歌說好故庫為例 我們就以這首歌,然後我們試著把它編成fingerstyle演奏曲 那當然要編的地方很多,我們就先從前奏來練習 好,那編fingerstyle演奏曲的第一個部分呢,就是你要找到歌曲的和弦 所以周杰倫這首歌一出來,其實網路上很多就有po和弦 所以其實你不太用自己去抓,你就往上去搜集就好 那例如說我就打了一下說好不哭的和弦 欸,就跳出一格,那我們就看這個和弦 好,那像這個的話,它是說夾三格,我們彈的是G調 那我們就run一下看看,前奏它給我們的和弦是這樣,大家看一下 好,他前奏就有一個和弦 那你就和弦出來的話你就照著彈一次 去聽聽看有沒有覺得怪怪的 那如果沒有覺得怪怪的話 你就是用這個和弦繼續編下去 好,這是編學的第一步,找到和弦 好,那第二步的話呢就是 你要跟著和弦去自彈自唱試試看 去感受一下旋律跟和弦搭起來是怎麼樣 那前奏它有一個旋律嘛對不對 它是用鋼琴彈的 那沒關係,我們就把它唱出來 像是這個樣子 它前奏和弦律是這樣 那我們就試著吉他彈和弦,然後嘴巴唱旋律 我們就試試看 那我們就開始喔 咦,聽起來好像還不錯 就算是好像有對到 沒有哪邊怪怪的 那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如果你覺得哪邊怪怪的 那代表說你網路上找到這個和弦 可能有錯誤,可能會需要更改 那你就要去把它改動一下 你可能要自己去抓 就不能完全相信你找到的譜 好,那我們就進到下一個階段了 第三個階段就比較麻煩一點 第三個階段就是要把你剛剛的旋律 在吉他上面彈出來 我們剛剛不是一個旋律 還是 欸,那個旋律在吉他上到底是在哪裡 所以你就要試著把它找出來 那如果你完全沒有概念 那沒辦法 你就是一個音一個音一個音把它找出來 譬如說是像這樣子 唉唷,然後繼續 好,這就是我們剛剛唱的那個旋律音 那如果你沒有程度 那你就沒辦法一個一個一個找 那如果你有一些音感的話 我建議是 你把你聽到的音 就是用Do,Re,Mi,Fa,Si,Do把它唱出來 然後在你的音階上面找出來 譬如說像這首歌它是G大調對不對 所以你先找到G大調的音階 那先把它彈出來 譬如說G大調在這邊 G嘛,G在這邊 我們加三格的彈G 所以是在這裡 G大調,然後就 Do,Re,Mi,Fa,Si,Do 然後aste就是用 redo 诶,這就是我們的G大調音階 好,那我們就把剛剛 旋律的那個音用ド、Mi,Fa,Mi, E 然後音階上面把它彈出來 然後在用 再音階上面把它彈出來 就像剛剛那個音旋律就是像這樣子 Mi, Do,Fa, Mi, Me ソ、ラ、ド、ミ、レ、ド、ミ、ミ 然後繼續喔 ミ、ド、フ、ミ、ミ ソ、ラ、ド、ミ、レ、ド、ド 喔 如果你的音感好 可以馬上把你聽到的音變成 ド、ミ、バ、シ、ド 那你很快就可以在 然後你音階也學的夠好 馬上就可以在幾下上面彈出來 OK齁 所以這個是你要去練習的部分 那如果沒辦法 那你就一個一個一個慢慢找 那你變的速度就會比較慢 還有這是第三部分 好 那接下來就是第四部分 那這部分就比較難 就是你要把你的旋律跟和弦結合起來 那你可以看要彈和弦很難 所以你就先彈和弦的更音就好 就像我們前面的有三個和弦 一個是G、B7、E-M7 所以就彈這三個和弦的更音 一個是G 然後再來B 然後E 你就是用這三個更音去搭配我們剛剛的旋律 所以也會像是這個樣子 好 像這個樣子 然後再試一次試試看 ミ、ド、フ、ミ、ミ 你發現我的更音也在做變換 那你可能就是說 好像有點困難 我的收拾頭已經打結了 腦袋已經打結了 那你就把你的 你編的東西寫下來 例如說第一個是這樣子 那你就把 你就在譜上 你的六線譜上 把這個東西給你寫下來 那你都寫下來以後再 看你的譜 然後去練習 可以齁 好 繼續喔 像這樣就編好了 結果我們已經包含著旋律跟隔音結合在一起 那下一步的話就是你可以去加上和弦的部分 那和弦要怎麼伴奏 你可以 就是剛剛在自彈自彈的時候 你就可以試試看 例如說像這樣子 抓踢抓踢抓踢 或是你要 踢一二三 踢一二三 都可以 你就自己去試試看 哪一種比較好聽 這樣子 那在旋律的部分 你可以去編排一下 例如說像這個音 像這個音 這個跟這個其實是一樣的音 所以你在旋律的編排上 不一定都要限制在這邊 例如像這樣 那你可以變成 這是一樣的聲音 所以你可以多利用一些空弦的部分 那你在彈奏上面會更舒適一點 好 那我們就把和弦跟旋律結合起來 那就是大概變一下 大家聽聽看 好 像這樣就編好 這是一個 非常簡單的和弦加旋律 那其實這樣就已經算是 finger style的演奏曲了 OK齁 那如果你覺得編很困難 就是把你編的過程 就是寫在六線譜上 像我一開始我也沒辦法 馬上就是 想到就馬上彈出來 我也是要寫在六線譜上 然後慢慢的再去練我自己寫的六線譜 可以齁 特別是你加上和弦伴奏的時候 會變得更困難 那接下來進到下一個部分 下一個部分說 欸這樣不就是編好了嗎 我們還有什麼東西要做的 那下一個部分 你就是可以嘗試你的旋律的聲音 可以在不同的把位去呈現 像我們剛剛是底音嘛 在這邊 那我們可以換高音一點 高一個八度會不會聽起來比較不一樣 那高一個八度在哪裡 會在這裡 喔在這邊 聽起來好像比較不一樣 好像比較 好像比較 好像比較好聽我覺得 會更明顯一點 那我們就嘗試在這邊做編曲 試試看 好 大概就像這個樣子 聽起來好像比較不一樣 那你就可以高音跟低音交錯去使用 這樣子 那你會說 我要高把位和弦怎麼辦 那你就自己去慢慢去查 自己慢慢去試 那當然說如果你高把和弦越熟 那你編的速度當然就越快 好那現在就是前奏的部分 那你還要把整首歌都編完 所以編演奏曲器就是在你的旋律跟你的和弦之間去取得一個平衡 有時候你的旋律音很好聽 結果和弦很難按 那你可能也彈不出來 你就要做一些取捨 那 再來的話就是說 欸為什麼 我示範的是GKEY 然後我自己編的是CKEY 那這也是有些考量 就是 有些KEY會比較好編 因為空旋音的關係 你可以運用到比較多的空旋音 那聲音會比較好聽 然後或者是有些比較簡單 比較好按 那這次你可以自己再多多去嘗試的 好那這集的文奇詐詞就到這邊了 希望這集可以對大家說 編演奏曲稍微有個幫助 那也實際上 講義就放在下面的連結 大家可以點擊去下載 那如果有更多關於說 編Fingerstyle有些想要問的啊 或是哪些不清楚的地方 歡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 那歡迎把這支影片分享給 喜歡編Fingerstyle演奏曲的朋友們 那文奇詐詞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 認為全部 Präsident 有些朋友 為往群團結石ividade 趕先撿 一起賺